想必不少小个子女生们每次逛街买衣服,都能感受到这个世界,对她们充满了偏见,衣服要么太大要么太长,反正,总也找不到一件合身的。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,越是成熟的衣服款式越难找到合适的尺码,特别是一些欧美品牌,对小个子女生极度不友好,想要摆脱至极又要能穿出这个年龄该有的气质真的太难了。 所以,勒铁金金给你们推荐几个最适合小个子的海淘网站,首先大家在海淘的时候如果想知道有没有合适小个子的尺码,那么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品牌看看有没有推出娇小女生专属的Potite系列。 Potite在时尚界和服装界通常指的是身高低于1.6米的女性,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品牌,也可以注意一下,看看她们有没有Potite系列的衣服。 ASOS Petite Shows是一家知名的国际购物网站,相信对海淘有过了解的女生都知道了ASOS。 但是你知不知道ASOS也有推出Potite系列了? ASOS的Potite系列是将主线品牌中最畅销的单品重新打版设计,风格和款式都相当多,尺码从UK2覆盖到了UK16,就算150厘米以下的女生也能找到合适的款式,如果你的英国码不是很了解,她们的页面还提供了尺码参考,你可以输入自己的身高体重。 系统会告诉你,和你差不多身心,的女生选择了哪个尺码。 ASOS之前是有中国官网的,但是16年的时候撤出了中国市场,所以目前大家只能到英国官网去购买。 不过支持只有中国,价格也是以人民币显示。 The OPSHOPPotite,人仅皆知的TOPSHOP也有出Potite系列,专门针对160以下的小个子姑娘网站,上的衣服和牛仔裤一页都设置了Potite专区。 Topshop的牛仔裤非常有名,英国的女生几乎是人手一条。 所以小个子女生想买牛仔裤的话完全可以上Topshop逛逛,同一种交为大家会推出不同的长度,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。 TopshopPotite系列的尺码,从UK4复盖到了UK18,他们的页面也提供了尺码参考,输入自己的胸围体重囤围,系统会为你推荐适合的尺寸。 Topshop现在支持银联和支付宝的支付方式,支持持有中国,只是要买够200英镑,就可以免国际运费。 Topshop是美国著名的休闲服装品牌,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官网和实体店,所以国内知名度也很高,想必大多数人都买过。 但是国外的品类比国内的多,想买Potite系列的话,也必须到美国官网。 Topshop的品类非常齐全,还盖了男装、女装、童装和应用儿装,风格简洁大方,款式比较适合打众。 在简单中又有流行的细节,GAP官网有提供长,规款以及适合高个女生的TLL系列和适合江校女生的PT系列,同一件衣服不同系列的尺寸大小,都有非常详细的标注。 而且GAP还提供了指码对照表,有美国码、英国码、欧洲码、日本码等等,购买的时候参照起来会非常方便。 GAP美国官网目前支持张币信用卡,Visit Mastercard支持自由和转运,50美元起免流,50美元一下需交,5到22美元不等的运费,移送货快慢而定。 Ordinary Petit GAP旗下的品牌之一,是美国家运户晓的休闲时尚品牌,产品系列丰富,从男女时装配饰到青少年,婴儿系列,几乎囊括全家人衣柜必备的大品。 Ordinary也有中文网,但想买PT系列的话,也必须到美国官网购买。 Ordinary Petit尺码范围,从0到20都有,除了基础的衣服,牛仔裤和唇子。 Ordinary,还有运动服,休闲服系列,尺寸也非常小,虽然款式不像ASOS,Topshop那么时尚,但这场休闲运动的时候穿足够。 Ordinary的尺码指导不是那么详细,只有腰围和行围的计算,想入手的话可以多看看商品下面的评论。 Gap旗下的品牌支付方式都是相同的,大家想入手的话可以参考一下。 Gap Banana Republic Gap旗下的高端线,走的是商务精英风格,不夸张无装饰,做工精细,面料高档,裁件合理。 从服装到鞋的配饰都有,比较适合职场人士,价位也偏高。 Banana Republic的主要客户是白领,中产阶级等相对精英的阶层。 BR也专门设计了主要面对亚洲人体型的Beautyte系列,拥有更小的胸围腰围,以及更短的秀长和更短的衣长。 Banana Republic的时马参照也非常详细,每款商品都列出了衣裳,袖长,裤长等等的大小,尺马从零零复盖到十次。 其实娇小女生并不好买西装,但小个子的白领,我们都可以在她家买到高档,又有质感的西装款式。 关于支付方式和油费,和Gap也是一样的,大家直接参考Gap就好。